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重点关注 习近平继续下狠手 打击资本 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六次全会的公报指出 着力查处资本无需扩张 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 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 严格财经纪律 促进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新华社在1月20日晚间发布的会议公报还并称 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的腐败问题 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 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 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 公报还称 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 坚定不宜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18日表示 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 要保持反腐败政治定理 不断实现不敢辅不能辅 不想辅一体推进的战略目标 可以和上述新闻联系在一起参考的事稍早 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已经起草新方针 草案名称为互联网企业上市及投融资操作规范 要求用户超过1亿的网络平台巨头 进行任何投资或融资前 需获得网信办的批准 根据路透社在1月19日 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的报道称 中国网信办拟议要求适用于任何拥有超过1亿用户 或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平台公司 知情人士还补充到 任何涉及中国网信办去年发布的负面清单上 提及的领域的互联网公司也需申请批准 报道还称为了加强反垄断措施 中国监管机构 近年来加强审查由腾讯和阿里巴巴 每年执行的交易 北京认为这些交易有助于巩固这些公司 在相关领域的主导地位 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本月初还宣布 由网信办公信部等13个部门联合修订的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将在2月15日起实行 其中还规定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 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前 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若情况属实 受到影响的互联网公司将包括字节跳动 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 滴滴百度 京东等多家互联网巨头 他们的用户均以上亿 其投资策略或将发生重大变化 互联网巨头们在2021年仍持续在各行各业投资 腾讯 小米 阿里 字节跳动 滴滴滴滴 百度 美团 京东八家企业参与投资超过600起 总投资金额超过3500亿元 但很快网信办出面辟谣 称互联网企业上市及投融资操作规范为不实 在1月19日晚间 中央网信办在其公众号发布声明称 网上流传的中央网信办出台 互联网企业上市及投融资操作规范属不实信息 中央网信办从未出台此文件 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将依法严格追究相关造谣者的责任 希望广大企业和公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 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信办的这个规定是不是谣言暂先不提 而在另外一边 1月19日中国媒体财新从多名接近 字节跳动的人士出获悉 字节跳动已于1月18日解散公司战略投资部 相关员工正在转岗 字节跳动相关负责人则回应称 公司年初对业务进行盘点和分析 决定加强业务聚焦 减小协同性低的投资 将战略投资部的员工分散到各个业务条件中 加强战略研究职能与业务的配合 相关业务和团队还在进行讨论规划 2021年字节跳动参与的投融资事件 共51起 行业囊括短视频教育电商 金融游戏起伏等多个领域 但在目前反垄断的背景下 互联网巨头的投资策略正在开始收缩 在创投领域最为活跃的腾讯 刚刚宣布减持京东及东南亚小腾讯SEA的股份 紧接着来的消息就是字节跳动 在2021年营收增幅放缓至70% 根据路透社报道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短视频应用TikTok母公司 字节跳动在2021年总营收同比增长70% 达到约580亿美元 增长速度比前一年放缓 消息人士称 这些数字是在本周一次内部会议上 向一小群员工披露的 而据路透社的报道 2020年字节跳动总营收增长100%以上 达到343亿美元 《卧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引述 知情人士说 字节跳动这项决定正式对应新规的回应 其战略投资部的几十名员工 要么被调到几大岗位 要么被解雇 当问到是否因为新规而做出这一决定时 该发言人说 这个决定是在年初做出的目的是在于 加强战略研究职能与业务的配合 几十年来 许多中国科技公司通过收购 初创公司不断壮大 这些初创公司可能带来这些科技企业自身缺少的技术 一些美国科技公司也采用类似的策略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指责国内资本无需扩张 加强对互联网行业的审查力度 认为互联网行业过大过强 其中他们担心互联网公司掌控的大量用户数据 可能会导致舆论被操控或造成网络安全风险 而中国政府已经加强了反垄断监管和执法 在2021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反垄断局 中国人大也就中国反垄断法提出更严厉的修订草案 而在2021年10月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瞄准了中国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与大型民营企业建立的关系 由此扩大了在经济领域遏制资本力量的行动 在2020年年底 习近平对民营科技巨头发动了监管攻势 由此拉开上述行动的序幕 眼下习近平又对金融机构发起了一轮全面的审查 而这轮审查是由中国的最高反腐机构主导 针对的是在中国经济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25家金融机构 这是习近平近10年前掌权以来对单一领域最广泛的一次审查 习近平一直以来都对该领域保持怀疑态度 这也是习近平在2022年年底中国领导层换届之前 为了引导中国经济体系偏离西方式资本主义 所采取的一部分举措 届时习近平廖将打破惯例在两个五年任期之后继续掌权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2021年10月的报道称 有据了解该计划的知情人士认为 从9月底开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反弹人员 将在这25家国有金融机构展开巡视 审查其贷款投资和监管记录 并要求回答与私营企业有关的某些交易或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这些人士表示 签设不当交易的个人可能会受到中共的正式调查之后可能会受到指控 同时被发现违规的实体都将受到处罚 领导层还将根据检查结果决定是否大幅削减这些国有金融巨头的高管薪酬 财政部的一些官员已经在推动此类减薪 因为与其他行业相比 金融业的薪酬水平被认为太高 财政部是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 当时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称 在2021年9月26日的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乐际称 负责巡视这25家金融机构的人员将深入查找存在的政治偏差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继整肃阿里巴巴等民企之后 习近平将目标锁定国民营金融机构及监管单位 在9月26日突然发布要巡视人行外汇局 银保监会证监会上交所等25家银行及监管机构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威雷琳在个人推特上解读 北京正在对金融部门进行全面的纪律检查 涵盖监管机构大型国有基金和国有银行 预计这项巡视工作可能会持续3到4个月 外界也对习近平所释放的政治信号相当关注 而在2022年1月现在看来 这项3到4个月的巡视或许已经结束 而对金融行业进行巡视的同时 中国政府还在努力解决经济对建筑热潮的依赖问题 由债务驱动的建筑热潮正在引发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动荡 习近平扩大在经济领域的行动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面临削弱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长的风险 分析人士称在这种不确定之下 许多银行已经开始缩减对民营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企业的贷款 而这种形式可能会迫使中国政府采取老一套的刺激政策 加大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贷款力度 但这么做又会加剧 领导层承诺要解决的民营部门贷款难这一失衡现象 有一些官员说 习近平的目标是确保中共完全掌控国家经济命脉 防止金融业被大型民企和其他威胁政府影响力的有利参与者所控制 而据上述了解该计划的人士称 包括中国央行和最高银行 保险和证券监管部门在内的监管部门也将受到审查 以厘清这些部门在监管企业时是否存在疏忽 或者他们与本应监管行业的参与者过从甚密 眼下习近平和中国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 这种广泛的审查可能会使中国金融体系对已经因缺乏资金而挣扎的小型民营公司来说更加难以企及 而习近平上一次对金融业进行审视是在2015年股灾之后 当时他向中国证监会和有国家背景的券商派出公安人员 调查是否有监管人员与这些券商一同推动股票大跌 试图发动金融政变以破坏中国经济和习近平的统治 而结合习近平在这次中纪委会议上的讲话 称腐败和反腐败较较量还在激烈进行 要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不断实现不敢辅不能辅不想辅一体推进的战略目标 想必习近平的拳头还会回得更大力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